周周最让人绝望的替身 无法战胜的奇迹于你 透龙可以说是周周中最失败反派boss 但奇迹于你却是全系列最让人恐惧的替身 这个替身的设定本身就是一个bun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存在所谓的命运 你觉得你可以战胜吗 如果命运可以被改变那么它还配叫做命运吗 Hello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今天我们来分享就是为什么奇迹于你是周周最让人绝望的boss Wonder of You的替身能力是操控世间的灾落之理 从而让人被不幸影响 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走向最悲催的一方 乍一看这很像RPG游戏里的恶性诅咒 只要不让奇迹于你发现不被他的能力打中不就可以免疫了吗 很遗憾 灾落之理是周周唯一全方位没有死角的替身 任何想要追踪了解透龙与奇迹于你的人都会触发灾落之理被灾落笼罩 奇迹于你究竟是什么透龙的真面目到底是谁 只要这个念头在你的脑海中浮现 不好意思 灾落已经来到了你的身边 东方定住广赖康碎斗贤里 都无法追踪到奇迹于你 明明目标就在你的眼前走过 你却只能看到它的背影 当试图揭开明副物的真相时 斗西里突然摔倒双腿断裂 天空中原本正常滴落的雨水 竟然变成了利刃穿透了钉柱等人的身体 在灾厄之理的操控下 原本小的不能再小的概率一一发生 东方长敏东方蜜叶不是被切断了手指 就是心脏被气聚穿透 奇迹于你可以随时出现在杜王挺的任意角落 他可以随时利用灾厄的力量取走你的生命 而你却连靠近他都做不到 灾厄是命运的分支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一天 奇迹于你就永远不会消失 哪怕透龙已经死去 奇迹于你还可以继续存在 可以说在这个世界 在八部的世界中不存在 可以战胜奇迹于你的替身 除此之外 奇迹于你还有着 周周系列所有替身中最高的自我意识 他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能言善变你根本无法将他与替身联系在一起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豆哥他们都将奇迹于你看作是幕后真正的大佬 就在大家费尽心思一步一步的接近真相时 却发现这又是一个陷阱 所有的努力到头来不过是一个笑话 豆哥的父亲东方家的诅咒甚至女武神陆系的 离世一切的一切都归于奇迹于你带来的灾恶 周周中历代反派BOSS中出了一代的迪奥和四代的脊梁脊影 都可以说是机械将神 但唯独奇迹于你输得最为牵强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这个看法呢 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战胜Wonder of You代表的灾恶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